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啊,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准备在6月的21号到6月的26号带领大家呢,去山东省进行游学 主要呢,会去到三个城市,就是威海、青岛和青州 那么听这个名呢,大家就猜到个十之八九 因为这个威海和青岛呢,主要是跟中国近代 特别是海军的这个兴衰,被殖民的这段历史是密切相关的 这是我们平时呢,讲的也比较少的一个内容 比如我们到这个威海会看到著名的刘工岛,北洋水师提督的衙门 著名的甲午战争纪念馆,这是我认为呢,在中国同类的纪念馆当中建的最好的之一 还有呢,比如我们会看到这个定远舰一比一比例复制的这个模型 另外呢,如果我们到了这个青岛,会看到很多著名的德式建筑 因为当年它是德国的殖民地嘛,1897年德国强租交流湾之后 才有的这个青岛市,比如像它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总督官邸,什么总督府等等等等 很多地方,另外还有名人康有为的故居 还有著名的这个劳山,劳山道士,这是很有名的 从小我们看动画片里就有这劳山道士,我们可以到劳山一探究竟 另外呢,青岛是中国唯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地 那中国在一战的时候虽然置身事外,但是日德两国为了争夺青岛大打出手 所以青岛有一个著名的一战遗址的博物馆,很值得一看 青州就不用说了,著名的青州造像,这个号称青州的微笑的佛像 所以呢,虽然它只是一个县级市,但这个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所以非常值得期待,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咱们言归正传 提到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群体,从明末到明国 三百多年的时间,不论是在天文立法,医学科技,还是帮助中国底层百姓上 可以讲啊,这些人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即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些传教士们也不畏强暴拯救了无数日军铁蹄下的中国人 比如说我以前讲过的法国独臂神父姚家居,美国传教士魏特林等等 除了这几位呢,远在中国山西省阳城县也有一位传教士 为了躲避日军的报复,他用了27天把一百多名中国孤儿安全送到了大后方 他就是几乎被我们遗忘的英国传教士小妇人艾伟德女士 那么艾女士是如何完成这一壮举的呢 今天咱就聊聊她的故事 1902年,格拉蒂斯·艾伟德出生在伦敦北部,埃德蒙顿一个普通人的家庭 因为家境贫寒,他从17岁开始在伦敦的富人家做女佣养活自己 在工作中踏实认真,在生活中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有一次他在杂志上知道古老的中国还有很多人受苦受难 决心向教会申请前往中国做一个宣教士 起初他的请求被拒绝了 不过到了30年代初,终于等来了前往中国的机会 在参加一次教会集会的时候呢 艾伟德听说中国山西有个老宣教士罗森夫人要退休了 一时之间呢找不到合适的人 急需一个年轻人过来接替他的工作 于是呢在艾伟德的主动申请之下 他被允许前往中国 不过呢前往中国的船票高达90英镑 当时呢一英镑相当于现在的400美金 把他自个卖了都没那么多钱 这位身高只有一米五,体重40公斤的小妇人 当时的全部身价只有两英镑九便士 于是呢艾伟德之后通过廉价陆路前往中国 由伦敦出发,经西伯利亚铁路,横跨欧亚大陆 改到日本,最终呢到达了天津港 30年的12月在中国当地教会的帮助下 艾伟德终于来到了目的地,山西阳城 做了罗森夫人的助手 来到阳城之后不久,通过和罗森夫人的沟通 艾伟德发现,尽管20多年前传教士就在这活动 但是效果呢实在是不理想 虽然罗森夫人买下了一座大院子 但几乎没有人来这听福音 经过一番调查 艾伟德发现,阳城虽然不大 但却是往来客商必经之路 他觉得可以利用罗森夫人的院子 开一家歇脚的客栈 既能用这块场地传播福音 也能用赚到的钱来帮助穷人 他把自个儿的想法跟罗森夫人一说 俩人一拍即喝 随后呢命名为八福的客栈 就正式开张营业了 所谓八福是基督教的教义之一 中国人是讲究五福临门 福寿安康 八福比五福还多了三福 有这种吉祥寓意在 不愁客栈生意不红火 三一年罗森夫人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 运营八福客栈传播福音的重任 就落在了艾伟德的身上 艾伟德在语言方面特别有天赋 所以很短的时间内 不仅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文 甚至学会了阳城当地的方言 跟老百姓沟通完全无障碍 与同时呢 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他跟当时的阳城政府关系十分融洽 还曾受当时政府委托 担任禁禅族督导专员 在全线宣传放族运动 帮助当地改变禅族的陋席 随着他的脚步走遍了 阳城几乎每座村庄 他的八福客栈 也由此远近闻名 三六年在中国生活了六年的艾伟德 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这位身材娇小的欧洲妇人 成了一个地道的中国农妇 这不仅显示了他坚定的信仰 更表明了他对中国人的热爱 在此期间呢 艾伟德通过自己的善行 收养了很多被遗弃的孩子 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 随着他和八福客栈的名声越来越响 很多人受他的影响 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呢 好景不长 1938年的春天 占领太原的日军 大举进犯近东南 地处偏远的阳城县 也变得不再安全 很快日军占领了阳城 当时呢 艾伟德收容了200多个孤儿 1000多难民 亲眼目睹日军的暴行 虽然艾伟德有英国人的身份保护 但是呢 目睹日军的暴行之后 不免愤怒和忧虑 39年在前往近城 看到宣教战的同工们的时候 美国一个记者采访艾伟德 他说我虽然鼻子高 但我是中国人 心也是中国人的 不能无视日军暴行 他这么说也这么做 平常呢 利用自己的身份作为掩护 把自己知道的日军情报 秘密传递给中国军队 到了1940年初 他把其中的100多个孤儿 转移到了西安 还剩下100个孤儿 留在阳城等待转移 不过很快 日军就知道了艾伟德的抗日行为 开始到处张贴中英文告示 悬赏100美金 捉拿小妇人艾伟德 在清楚自己 很快会被日军清算报复之后 为了保护无辜的孩子 他决定 把没来得及转移的100多名孤儿 送往宋美玲女士 在西安开办的孤儿院 从阳城到西安的路程是480公里 而那个艾伟德带着的这100多个孤儿 最大的16 最小的只有3岁 为了避开日军的搜捕 100多人的队伍不能走大路 只能在当地人的带领下 在崇山峻岭之间艰难穿行 前后花了27天时间 风餐露宿 徒步翻越中朝山脉 爬运煤的火车 终于把孤儿们全部护送到了西安 到了西安之后 艾伟德把孩子们集中起来 挨个点名 见到100多个孩子一个多美少 他突然就昏了过去 原来呢 在护送孩子的路上 艾伟德不仅脑部受伤 还患上了肺炎 甚至肩上呢 还中了一颗子弹 加之长时间营养不良 精神高度紧张 悬着的心放下之后 就昏过去了 在当地医院治了一年之后 没有痊愈的艾伟德 就赶到了兰州和成都 帮助难民照顾病人 一直坚持工作到1948年 他的身体呢 就终于累垮了 直到1949年的春天 在友人的帮助下 他得以返回英国 继续接受治疗 回到阔别18年的英国之后 艾伟德在中国的传奇经历 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50年由他本人口述的自传 得以出版 之后呢 英国BBC的记者 又来访问艾伟德 根据他的经历 写了一本小妇人 这本书一出 就立刻登上了热销排行榜 很多人呢 知道了艾伟德的故事 不过呢 艾伟德依旧对中国念念不忘 在英国治疗休养完成之后不久 53年 艾伟德决定 回到山西洋城 回到巴福客栈 可惜 由于这个种种原因 没能如愿 只好前往台湾定居 1957年20世纪 福克斯公司 与艾伟德签约 把他在中国的经历 拍成了电影 《六福客栈》 由当时好莱坞一线女星 英格利·鲍曼主演 电影上映之后 小夫人艾伟德 成了欧美家喻户晓的女英雄 虽然没能如愿 回到中国大陆 但是在台湾 艾伟德成立了艾伟德孤儿院 继续服务于她的事业 1970年元旦 艾伟德一病不起 很快离开了人间 根据她的生前遗愿 下葬之后 要把她的头朝向大陆 表达自己生活 服务过的那片土地的 深深眷恋之情 在小夫人的葬礼上 艾伟德孤儿院院长石可梅 在道辞中说 仅仅悼念她是不够的 我们今后最大的罪恶 是对她的遗忘 好了 关于小夫人艾伟德的故事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